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病的发生 现在目前来说有很多的理论去推断它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跟我们临床看到的结果还都或多或少有区别 所以从病因上角度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对它的我们再进一步对症治疗 比如说我们有些饱肝的药物 我们减少一些产生安多的东西 比如说少吃蛋白 然后多吃糖 多吃维生素这类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要有浮水了 那么可以去在医院输出一些白蛋白 提高我们的胶体伸透压 或许对浮水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